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也不是多相似 第四个 根号2x 同学这边你要看清楚 它是根号2乘x 不是根号2x 如果是根号2x的话 x就在根号里面 就不是多相似 可是现在是根号2乘x 所以它是 如果是这个的话就不是了 所以它是x的多相似 第五个 根号x-1 有没有看到 根号 x在根号里面 所以它不是 所以这五个里面是x多相似的 答案就是b 根 珠 答案就是b 根 珠 所以我们要选b 根 珠 它说f of x 等于a 括号x加1 乘以括号x-2 再加b 乘以括号x加1 再加c 然后 g of x 是2x 平方-3x加5 它说这两个 多相似是相等的 一样的 要你求abc 好 老师在这边 跟同学简单的介绍 如果以国中生 我们第一印象 直觉式的解题的话 我们老师把它称为 叫做 愚公移三法 愚公移三法 就是什么 比较系数 就是把这里全部乘起来 当然 以国中的题目 系数还不是很大 还ok 好 把这里全部乘起来 然后2次式等于2次式等 一次式等于一次式 常数等于常数 然后解联理 当然 这个可以算 可是 功成浩大 如果进在考场里面 考试的时间有限的状况下 很容易出差错 所以这个同学 你可以试着解解看 可是 老师要介绍一个新的方法 让你了解一下 好 这我们后面这个单元 就是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于是定理 代入法这些技巧 那我们现在看着 以这一个题目来讲 既然他们两个 是一样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带任何数字 进去的值 就会一样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题目在暗示 我们什么 你看这里有x加1 x加1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f of x x带负1的时候 是不是会发现 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这里变成0 这里变成0 就会只剩下多少 c 有没有 带入法 就可以解决了 那g of -1呢 -1带进去 就会变成2 乘以-1的平方 -3乘以-1再加5 好 这个乘起来是2 加3 加5 所以就是10 那因为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c就是10 带入法 两个值一样OK 然后再来 再来 第二个 有没有一个 x-2 对不对 x-2 所以我们f of x 带x-2等于0的 就是带f of 2 来 2带进去 这边通通变0 这边带进去 就会变成多少 3b 加c 那g of 2呢 它带进去的话就变成 我们先算哈 224 428 再-6 再加5 所以这算出来是多少 7 那这两个要一样啊 可是不用担心啊 7我们已经算出来啊 对不对 c等于10嘛 所以带进来 3b 加10 就会等于7 所以移过来 b就会得多少 -1 你看 轻松愉快 最后一个 你说老师那最后一个怎么办呢 最后一个你带任何数都可以 因为你-1了 2了 你可以带1 真的可以带0 你只要带任何一个数字 当然你数字不要带到让自己计算繁杂嘛 那我们这边老师建议你带0 好 你带1也可以 好带0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这里0带进去的话 这会变成1乘以-2 所以这里就会变成a乘以-2 老师把带0带进去哦 这里带0的话会加b加c 那g of 0呢 0带进去 0 0这里是多少 5 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这个地方 这两个要一样 所以这也是-2a加b加c要等于5 那你要知道哦 b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c也算出来了 把它带进来 所以-2a来这边 -2a加b b是-1 再加c c是10 要等于5 -2a再加-1 然后再加c 好来我们把移向 我们把这个移过去比较好算 所以2a我们把它移过来 让尽量让正的不要在考场里面 正负号一直自己变到自己头晕 好这里加起来是多少 这个加起来是9 移过来 9-5 4 所以2a等于4 a就会等于多少 2 尽量计算要小心一点 边计算的时候自己就要边 验算看看 因为考场输赢 才考二十几题 输赢一题 就等于是一个志愿了 好所以这个答案 a等于2 b等于多少 b等于-1 c等于多少 c等于10 代入法比较系数 是这么一大串 然后他说 f of 100 f of 0.999 f of 5 跟号5 代进去都等于0 那很多同学 因为这个数字看起来很难看 他还会害怕 他还不敢 代进去解abc 如果学校老师 或者是我们特色招生命题的老师 故意陷害你 他可能会代f of 2 f of 3 f of 4 然后代进去 0 那很多同学 就会有一个冲动 打算把2代进去 3代进去 然后4也代进去 就是代三个联域方程式 然后解abc 我告诉你 可以算 可是你会完蛋 为什么 来这个题目不是真的要你去解 三个未知数 三个未知数的联域方程式 而是要告诉你什么观念 他题目这样命题 跟这样命题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会一样呢 因为 来 你还记不记得 如果一个多项是 它的次数 老师举例子 如果它是二次的话 它的解 它的相义根 最多就是两个 如果超过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的话 代表它就是什么 它就会是一个常数函数 就是x就会变成无限多解 任何x代进去 都会固定一个常数 知道吗 比如说 老师举个例子 比如说f of x 等于2x平方 这个 如果今天 它是一个二次式的话 如果它今天 是一个二次式 它里面的解 让它等于0的话 让它等于0的话 它的解 最多就是两个 如果是相义的话 最多就是两个 那如果你今天 你是一个常数函数 就是说你的 这个叫做常数函数 常数函数包含0函数 如果你是常数函数的话 那我这个x 我带0 1 2 3 4 5 6 7 8 9 带1万个 1000个 任何数字答案就是多少 2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今天 你看 这里有1 2 3 有三个x代进去 既然得到的值都一样 可是我的次数 极有几次 2次 那代表说 我的解比你的次数来得多 那么这一个 我们就可以肯定 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固定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0函数 常数函数包含0函数 所以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 f of x 就是0了 注意哦 这个题目不是真的要带进去 这种题目会解的同学 观念正确的同学 3秒钟就解出来了 不会的同学 3分钟 30分钟 都还在那边解连一方程式 一个观念 我x的解 的数目 不会大于它的次数 那今天我们有三个 它只有二次 那代表说 它就是一个 常数函数 好 那我们知道就 知道就好了 来 代表说这里 全部通通都要等于0 所以这个a加2 等于0 b-1 等于0 c加2 也会等于0 等于0 好所以a就会等于多少 -2 b就会等于多少 1 c就会等于多少 这是c加9 所以c就会等于多少 -9 就是让这边通通都是0 这边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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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通通等于0 就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abc的值分别是-2 1跟-9 看到黑板上这个x的多向式 它要你求这一个f of x的多向式 然后f of-1 就是x带-1 x带1 x带2 这样加起来值多少 如果进考场 很多国中生看到这种题目 他直觉式的会x等于-1带进去 x等于1带进去 x等于2带进去 然后就发现问题来了 撞墙 那你撞了墙 你要知道回头啊 你不要知道前面是墙 然后撞了头破血流 自己在那边不知道在算什么 因为这个题目很多同学 第一个直觉法 他一定会把它带进去嘛 对不对 他只要我们算他的值就带进去嘛 结果撞墙 撞墙就赶快找看看 有没有另外一条活路 怎么办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abc是三个相亦的时数 就是不同的数 那代表说不同的数 他就在暗示你一定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嘛 因为题目没有别的条件了 你总不能处在那边等答案天上掉下来嘛 赶快想一条路 那这个题目就是刚刚老师跟你介绍的那一个题目 比那个题目难度要来得高 因为你必须要自己看得出来 结果你会发现隐藏的引导的暗示在这里 如果你今天把f-a带进去 这个会整个变0 整个会变0 后面这一坨就会变成-a加b的平方 然后这里是b-c 然后b-a加上这个-a带进去 -a加c的平方 然后c-a 然后c-b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 看着哦 因为这个地方就会变成b-c 这里是b-a 这个我们是b-a的 b-a的平方嘛 加上这是c-a的平方嘛 这是c-a 然后这里是c-b 好来 问题来 这地方b-a两个约掉一个 两个约掉一个 然后我们把它通分 把它通分会变成什么状况 小心哦 这里是b-c 这个地方是b-a 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它底下的分母是c-b 所以这个地方 本来正好的地方 这里要变好 c-a 小心哦 这个如果没有变好 答案就解不出来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变成b-c分支 b-a-c加a 拿掉 刚好 分母是b-c 分子也是b-c 所以约掉 答案最后都好 1 你说老师怎么这么巧 这种题目就是设计过的 因为他跟你讲 三个相议实数 ab是三个不相同的数字 那就在暗示你 那你为什么暗示你呢 因为你同理 同理你f-b带进去 f-c带进去 整理完之后 他们全部通通都跟f-a一样 都是1 那又来了 又来什么 今天有三个数字带进去 结果答案都是1 那因为它是二次式 二次式不会有三个解 所以根据f-a f-b f-c都是1的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f of x 这一堆整理完之后 最后就是 永远就是等于1 无论你带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常数函数 因为它带了三个值进去之后 都一样 那因为它只有二次式 所以代表它就是常数函数 那意思是什么 不论x带什么 都是1 意思就是说 今天f of-1 f of-1 f of-2 带进去都是1的话 那这个答案就会等于1加1加1 答案就是3 就是 由这个地方来推论 它是一个常数函数 而且是f of 等于1的常数函数 所以f of x 无论你带什么都是1 所以三个加起来就是3 这个题目比刚刚那个题目 难度来的大 那一般 国中生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直觉会把这带进去 那就落入老师的陷阱 而且会在这边一直钻不出来 所以你记得 当你的x的解 的数目 大于你的次 x多向式的次方的时候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常数函数 就是固定一个常数 这样子代表说 x带任何东西进去 它就是固定一个常数 你就可以用这个观念下去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在多向式里面 你一定要有这个基本概念 你的解的数目 不会多于你的次数 好 这个地方要小心 这x等于根号2-1 要你求x四方加4x三方 加4x平方加4x加3 它的值 同学看到这题目 一样 又会怎么样 想要把这个带进去 结果又撞墙了 因为根号2-1带进去 跟到2-1的四字方 同学没有那个勇气 敢继续乘下去 那怎么办 你说老师 题目就只有短短的 就两句话 怎么办呢 来 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你什么 这里一个题目 考了你两个观念 你还记不记得 x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我们在解的时候 是不是要解 要教你什么 配方法 然后解x的值 对不对 解到最后x 最后答案多少 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个 把它还原回去 把它还原回 它原来的 原来的方程式 原来的二次式 怎么还原 来移过去 有根号 无理数的放一边 根号的放一边 这x加1 等于根号2 然后两边平方 我们把它两边平方 还原完之后两边平方 就会变成 x平方加2x加1等于2 看到没 然后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 x平方加2x-1等于0 没有老师 那你算出这个干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只要你x用 用根号2-1带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是0 所以你今天 如果我们是有一个 g of x等于x平方 加2x-1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把它带进去 根号2-1的话 这个带进去一定会是0 这个观念就是 在告诉你这个 那就老师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you know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 学过长除法 如果你把这个式子 当做f of x好了 在一托拉库 是f of x 被g of x来除 然后得到的3 是q 最后 它的余式会什么 它的余式 因为它是二次式 它是二次式 所以它余式一定会比它少 所以就是一定一次次 最多最多只能一次次 好 这个就是我们余式定理的特色 它是二次 它是二次 它的余式最多最多 所以你就可以假设是ax加b 那你说老师 这样子有什么用 因为这样子带进去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把f of x 因为题目要我们把它带进去嘛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可爱 什么很可爱 这个把它看到x都带 都带 根号2-1的时候 都带根号2-1的时候 最后的答案你会发现 这一堆最后因为这个是0嘛 所以这个值我们只要算出ab就好了 那ab又是什么 ax加b这个又是什么 就是余式嘛 那最后归答最后结果就是 把这一个多项式被x平方加2x-1来除 好来 我们就用什么 长除法 1加4加4加4分离系数 然后这里1加2-1 这个题目考得非常棒 还原再加长除法 两个观念都考了 所以来 1 1加2-1 好 相减 相减这是2加5 再来 把这个放下来 把这个放下来 加4 我们乘以2 所以2 2加4-2 所以这个相减 相减的话这边是1加6加3 所以这里乘以1 1加2-1 所以这个相减的话 就会变成4加4 好 4加4是什么 这相减嘛 4加4 6-2 3-1 4加4 因为它是2次4 所以它留下来的两个就是一个就是4x加4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Ax加V 就是余4 余4就会4x加4 那我们今天带进去的f of 如果带2-1的话 我们把x等于2-1带入 带入这个式子 就会变成4 4-2-1 再加4 这个刚好4-2-4加4 就会等于4-2 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带进去之后 因为这个a等于4 va等于4 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 整个x带根号2-1之后带进去 最后答案就会变成4根号2 就是题目要我们算的 当f of x x带根号2-1带进去的时候 它最后的值是多少 答案就是4根号2 很漂亮的一个特色招生的题目 为什么这种题目适合特色招生 因为它考你什么 1元2次方程式 知道这个是解 还原出它原来的方程式 那原来方程式之后再用什么 我们的长除法 得到这个余思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式子绝对不可能是把这个带进去 那带进去你就会撞墙 撞墙就赶快回头找另外一条活路来走 这个提醒要特别注意 老师等一下再多介绍几题给同学认识 版上这一题 这一题跟刚刚的题型一样 只是这边x解出来的值它有分数 那没关系 一样是还原 这个绝对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带进去 你带进去的话 3次4你怎么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还原 然后用什么 我们的长除法 求余思 来我们看怎么还原 乘过去 2x 等于1加更号5 所以2x 减1 等于更号5 两边平方 把它两边平方 把它两边平方 所以4x平方 减x 减1 等于0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 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把它 g of x 就是这一个的话 那我问你 当你x用2分之1加更号5 带进来的时候 这边不就是0了吗 对不对 我们这边如果带2分之1加更号5的时候 这边不就是0了吗 好 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把它假设 这个是f of x 所以这个就是f of x 会等于g of x 来这是我们的商 商是多少 这边不影响答案 最后这个假设很重要 因为它是g of x是二次 所以我们的余式一定是ax加v 一定是ax加v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 把这个x带2分之1加更号5进去 这个也是带2分之1加更号5 这个商不用管它 隔着这个地方 我只要把这个带2分之1加更号5 然后带进去加v 这个通通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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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最后答案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什么f of x 被g of x除的什么 余式 那余式怎么算 来 一样 长出法 1加2-2加5 看看有没有缺项 3次4四项 好检查一下 没有缺项 这里是1-1-1 2次4三项 好没有缺项 开始 1-1-1 相减3 这个-1 所以这是-1加5 看得懂 你要知道老师在出什么 1乘上去之后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 好再来 这里是3 这里是3 3-3-3 所以这个答案相减相减之后 就会变成2加8 那2加8是什么 这就是余式嘛 就是2x加8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a就会 这个等于2 这个就会等于多少 8 所以这个就是2 这个就是多少 8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看看 来 ax加b 我们把它带进去 就是2x加8 那2x加8 x带2分之1加根号5 再加8 2分之1加根号5再加8 所以这里约掉 约掉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9加根号5 9加根号5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用2分之1加根号5 x用2分之1加根号5 带进去这个 整个f of x的话 这个式子 计算整理完 最后的答案就是 9加根号5 好以上两题介绍给同学 这个题目老师要 跟同学探讨的是 多项式系数的问题 不管这个系数 它本身的 它这个多项式整个 次数有多少 你要记得一个基本观念 如果要算系数总和 像我们黑板上这个式子 x三方-2x平方-x加3 括号50次 很多同学看到50次 说怎么 这么大 很不可思议 可是它题目不难 它只要你求什么 展开之后的系数和 A0 A1 A2 就是这里从长数 一直到x的150次的系数和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系数和老师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用简单的 次多项式 来推这个次数大的 比如说我们讲 f of x 等于2x平方-3x加1好了 如果我们要算这个2加3加1 你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带1进去之后 就是2加3加1了 因为x等于1嘛 那是不是就是它的系数总和 所以很基本 你要算整个所有的系数总和 从0次一直到最高次 系数总和就是带f of 1 就是我们这个带1进去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变成 1的3次方-2x1的2次方-1加3的150次方 这是150次 这是50次 50次乘上去才会150次 所以这是50次方 好50次方所以这个答案多少 这个就是多少 1-1这里没了 这里3-2 1 所以是1的50次 所以它们的系数总和就是多少 1 很不可思议 很多同学觉得 哇这乘起来要有多可怕 好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概念 好问题来了 2跟3是在求什么 偶次向 基次向 什么叫偶次向基次向 来老师再举个例子 我们都是从 多向式里面次数比较低的来推比较高的 老师比如说举个例子 好我们先f f of x 等于 3x4 加2x3 加x平方 加5x 加6 好了 好以这个来 什么叫偶 偶次 就是4次 2次 包含0次 这是x的0次 0次0也是偶数啊 对不对 这叫偶 偶次是 偶次向的 系数核 好那怎么办呢 你看哦 你看老师带f1的时候 是不是变成3加2加1加5加6 那如果我带f of-1呢 你看哦 偶次是偶次向 它本身还是正 可是你又没有发现 基数向就会变成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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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他们两个加起来抵消掉 是不是就变成3加1加6 但是有几个 有两个嘛 两个3 两个1 两个6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观念 我如果要算 x的偶次次的系数核 我们就是把f of1加f of-1 两个加起来除以2 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 你就这样子了解就好了 那同理 如果我要基数次呢 现在这红这个基数次呢 老师现在用蓝色的好了 蓝色的打三角形的 我要算这个基数次呢 那就是他们两个什么 f of 1-f of-1除以2 这个是g次次 这是偶 这样懂吗 好 那我们就刚好 一个是偶 一个是g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f of 1加f of-1除以2 这会f of 1-f of-1除以2 这个一定要基本的概念 就会用到 因为其实如果是大型考试的话 它数字不会给那么大 可是你也要知道这个基础 这个最基本的f of 1-f of-1 到底可以让你用来做什么用 好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因为f of 1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现在我们只要算f of-1就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 -1 -1的三次是-1 -1的平方在-2 -1 带进去之后 这里拿掉这里拿掉 这里拿掉 它也是1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2分之1加1 所以它的偶次向就是 x的2是0 2是680 偶次向的系数和就是1 基数呢 1-1除以2就是多少 0 基数向的系数和就是0 好 这个系数和 要算全部的系数和 基数向的 基次向的 偶次向的系数和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考试出来的话 不要急着 今天这个是50次 当然同学就不会有冲动 想要把它称开 如果今天在我们特色招生的 考场里面 我出的不是50次 我可能出x三方-2x平方-x加3的3次 那有可能有同学就会有 那一种冲动 想要把它连续乘3次 算出它的整个系数和 那我问你 你在考场那么短的时间 你有勇气这样算吗 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观念 需要你去了解 需要你去应用的 这个系数和的观念 介绍给同学 同学看到黑板上的这一个题目 老师再帮同学介绍一个 于是定理的应用 今天我们有一个f of x 它是5次式 像这么长 它要你求f of f of 8 x等于8带进去 那我问你 这x等于8带进去的话 3乘以8的5次-22 乘以8的4次... 你可能这样算吗 不可能嘛 那它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我们于是定理的另外一个应用 虽然考这种题目看起来好像是要带进去 可是事实上它是于是定理的应用 为什么 来你看一下 假设如果我们f of x 它是等于x-8 被x-8来除 它的除是x-8的话 它得到的伤是qx的话 我问你 它是不是会得到一个常数 为什么 因为一次4的一次4的余4 一定会次数比它小 那唯一就是常数嘛 好啊 那我问你 我今天把f of 8带进去的话 这个地方不就是0了吗 0乘以qx 那接... 接下来 这个地方全部是0 那我们f of 8 是不是就是 等于 我把这个式子用 x-8除之后的什么 于是 对不对 你说老师那于是怎么算 国中基本的就是什么 常除法 那等一下老师告诉你一个 叫做综合除法 未来你们高中会用到的 好那这个 最基本的常除法 我们要怎么来除 来把它细数分离 虽然有点大 可是要有耐心 如果你 等一下老师教你的综合除法 速度会比较快 比较好算 它的错误率会比较低一点 好 这个我们要用x-8 所以这边这1-8 我们把所有细数分离 3-22-12-33 加10加5 一头拉枯的数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3 3-24 好 2-4相减 2-2相减得到多少 2-12 所以我这边再乘以多少 正2嘛 所以2-16 好 2-4相减 这里多少 4-33 再乘以一个4 4-多少 48-32 这还不是很难除 所以这负的减下来是负1加10 负1加10的话 我们再乘以一个多少 乘以一个 好我们现在这个1 这1我们乘以负1 所以这是负1加8 最后来相减 这里得到的是2加5 那我们当然就是乘以什么 乘以2 所以就是2 28-16 好最后相减之后 我们的余式就产生了多少 21 21 意思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k 所以k就会等于21 意思就是说我们除完之后 用x-8除之后 于是是21 我们用x等于8带进去 全部算完之后 最后答案就是21 好 这是我们的长出法 那将来有一个叫做综合出法的 同学参考一下 3-22-12-33加10 你最好两个方法我们都学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毕竟每一题都是关键 所以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互相验证一下 来f of 8 这里面是多少 我们这里就放多少 f of-2 我们这边就放-2 f of 3 我们这里就放f of 3 来放下来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这是用上下相减的 这里 这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 第一个数字一定要放下来 然后开始 这个乘这个 用加的 38-24 上下变成用加的 这是2 28-16 28-16 相加的 4 再来 48-32 正的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多少 -1 然后再来 -8 相加 这也是多少 2 28-16 相加 21 有没有 看起来好像很神奇 有没有 这个最后21 跟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这个21 是一模一样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式子热热等 而且计算在 乘啊 加减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错误 如果用这个式子的话 比较简单明了 而且在验算的时候 比较好验算 然后两个方法 介绍给同学 那等一下 我们再演练一题看看 这一种 综合处法 跟我们的长处法 它本身 如果进考场的时候 同学两个方法 最好都学 因为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验算 看看你有没有算错 再来 我们再练习一遍 这个综合处法的好用 来 一样 把这个系数分离下来 111-553-18 加39-13 那因为我们要除以x-5 这个是5 所以这个摆多少 这个是5 f of 5 我们这边就摆5 好来 把第一个放下来 第一个把它放下来之后 开始 把它乘上去 这里就是多少 5-55 两次相加 这里就是2 再乘25-10 两次再相加-8 再乘过来-40 两次再相加-1 两次相加 乘上去-5 所以最后答案 我们相加喔 记得喔 乘上去就是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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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8 所以最后的答案 F of 5 就是多少 -18 -18 也是我们题目要求的答案 那你说老师 如果用国中的综合 国中的常处法 这是高中用的综合处法 111-553-18 加39-13 你要注意喔 缺项要补0 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还好这里是3 2 1 0 都没有缺项 好所以我们这里用1-5 用1-5 你自己算算看 一样是可以 就是稍微数字比较大一点 这乘进去多少 111-55 然后再来 相减多少 这个 这个边是相加 这边两个是相减喔 相减这边变成2-18 2-18 所以这边就要乘以2 2-10 所以这个相减之后 这就是-8 加39 为了要把它消掉 所以我们这里要乘-8 所以这是-8 加多少 40 相减就可以变成多少 这边就变成-1-13 -1-13 为了要消掉-1 所以这里是-1加5 最后的答案-13-5 所以答案也是多少 -18 有没有看到 这个答案算出来 跟这个答案算出来 一定要一样 所以在考场 老师用这个例题 当做范例 同学可以算两个方法 因为这个速度会比较快 但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算算看 两个答案如果这样算 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余式定理的应用 介绍给他 上了这个题目 他说f of x 被x-1除之后 它的余式是5 好 告诉你这句话 你就要自己假设 因为x-1它是除4 它是余式 你要记得一个观念 多项式里面除4的次 次方一定会大于余式 它一次 它最多最多就是常数 它两次 它的余式最多就是一次 这里三次 余式就是二次 你就记住这个观念 一定要记得 因为我们要假设 f of x 多项式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 好 题目说 f of x 被x-1除的时候余5 我们就这样假设 这是商嘛 那被x-2除的时候余7 那这个就是余式 这是它的商嘛 好 问题来了 他说如果f of x 被它x-1跟x-2 同时这两个相乘之后 同时被它们两个除的时候 请问我的余式是多少 好 关键就是老师跟你讲的观念 这个地方是一次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的余式就是常数 所以我现在我的除式是二次的时候 我这边一定是一次 好 重要 那一次我要怎么假设呢 就是什么 ax加v 这一定要讲 如果这里三次呢 你就要变成什么 ax平方加vx加c 就变成要二次 这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两个位之数 一定要两个方程式来解 刚好 为什么 f of 1带进去的时候 这里是5 那么底下是不是也应该是5啊 所以这里是0嘛 所以带进去 a加v 1喔 带1喔 刚好a加v 这也是0 a加v就是要等于5 知道喔 为什么 这个是ax加vx带1嘛 x等于1的时候带进去 好 第二个 f of 2的时候 带上面这一个 2是7 是7 因为这是两个一样的多项式嘛 所以我带2的时候 这边又是0 又是变这里 就变成什么 2a加v 好啦 那刚好就可以解什么 解ab了 好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2-1 2-1 a就会等于多少 2 那v就会等于多少 3 我们把它带入第一次 v就会等于多少 3 好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 f of x 被x-1 跟x-2 它们的成绩 除的时候 它的余式就是多少 2x加3 2x加3 好 这个难度有一点高 但是同学只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的话 你就很清楚的 应该要怎么样解这 假设这一个余式 再讲一遍 除式的次方一定会比余式来的大 它两次 它最多最多只能一次 它n次 它最多最多只能n减一次 好 这个观念同学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